五皇子可随我去长秋宫 换一身干衣裳 我现在这副模样 随你去长秋宫 若是被人瞧见了 还不定怎么变叛你我呢 到时候咱那有嘴说不清楚 有什么说不清楚的 到时候若是有人问你 你就实话实说就好了 实话实说也有有人信啊 你我清清白白被 喂 果然如春桥所说的那般啊 这五皇兄和长娘子 在一起私会呢是不是 老五 怎么回事 怎么把自己弄成这番模样啊 父皇 这还要问吗 父皇 春桥刚刚都说了 五皇兄和长娘子 在一起私会呢 长娘子 你也太贪心了 既然有了子圣 怎么还勾搭我五皇兄呢 喂 五妹 你可别胡乱攀船啊 我可没和成朝这样私会 我们两个人清清白白的 五皇兄又不是第一次 与女娘在宫中优惠 什么时候清清白白过 你该不会是怕子圣追究 所以不敢承认吧 五皇兄就别狡辩了 你与成娘子做的事 都被春桥给瞧见了 春桥 跟大伙说说 你都瞧见了什么 春桥 说 你说实话 奴婢也没看清 只是听见五皇子和成娘子 美人 我想起来了 我那时候是在背诗经呢 五皇兄会背个什么诗经 分明是你酒醉之下情丹自尽 与成娘自行苟且事 胡说八道 分明是你带来的女娘宽我 说什么家人有约 骗我去精心胡道 五皇兄可不能为了撇清嫌疑 就胡乱攀船我呀 你们几个站出来 给五皇兄瞧瞧 放心 你若认出来 我立刻将他账毙 这 这怎么没有啊 五皇兄 你怕是喝多了糊涂了 与你的就是成娘子 依我说呀 宫中不守复道的女娘 就该乱棍打死 免得脏了大家的眼 闭嘴 今日是你母后的寿宴 你在这里喊打喊杀的 算什么 你的眼里还有没有你的母后啊 少少 你来说 究竟是怎么回事 回禀陛下 我路过寄星湖之时 无意救下十足落水的五皇子 对 说出去谁信啊 你们信吗 够了 陛下 妾有些乏了 不回寿宴 先回长丘宫歇息了 恕妾失陪了 今日皇后寿宴 居然有人在这儿 兴风作浪 此事朕定不会轻饶 来人哪 陛下 今日毕竟是皇后寿宴 群城还在殿内候着呢 现在 不是追究此事之事 万事 等明日再领夺 您在今日 是皇后的千秋寿宴 朕 先放过二等一马 待寿宴过后 再找你们算账 今儿真高兴啊 咱回去接着会儿 这事还没完呢 咱们成少少 且等着吧 这天太冷了 我先回去换衣裳了 你没事吧 你信我吗 当然 那就好 我去找皇后了 哎呀 咱们 我让你这些字不有